勇士成骑士火箭枯主,骑士若败,恐造成NBA另一超级球队的诞生。昨天火箭在抢七大战中输给勇士,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没有从沉痛的事实面前好转过来,其实事实已经这样了,那我们就应该接受继承现实,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应该是以后,而并非抓住过去的尾巴不放。 从火箭与勇士的最后一场比赛中,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缺失保罗外,火箭封线上确实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。阿里扎昨天12投0中,诺坎0分,虽然阿里扎更多的是专注于防守,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了对杜兰特的防守上,但是在进攻端的表现,却还是太过于糟糕。 本来拥有阿里扎、塔克、巴莫特三个封线的火箭,本没有在封线位置上有太多的困扰,但随着巴莫特的受伤以及伤欲归来,却找不到状态的情况下,火箭封线的问题被彻底暴露出来了防守有余,进攻不足,无论是塔克、阿里扎,还是巴莫特都是NBA顶级的封线防守球员。 但又相同的,三人进攻能力都很一般,甚至三人都有一定是靠手感得分的模样,本来在保罗、哈登、戈登的火力下,三人的进攻补助,可以再算上格林对于火箭而言是够用的,但是当火箭这三人陷入麻烦或者说类似保罗缺阵的情况下,火箭封线的火力支援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就往往不够看了。 当然,能在灯泡外加戈登的火力下,火箭的风险绝对够用,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帮助火箭,但是,下赛季的保罗已经要接近35岁了,他的状态和他的健康问题会不会再次发生,很难有人能够保证。 所以,对于火箭而言,风险可能不想换毕竟火箭阿里扎、巴默特、塔克在一定程度上足够出色,但是却还是需要一定的改变,安德森应该清洗了,身价2000万却毫无作用而言。 对于火箭来说,队中有这么一个大负担的存在,绝对是自己冲击总冠军的一大缺陷,如果能把安德森交易乃至进行清洗,所余下的薪资绝对可以让火箭进行一定的风险补强,引进全零星级前锋。 这在季初,火箭与安东尼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,最后因安东尼转头雷霆从而不得而终,而本赛季在雷霆郁郁不得志的安东尼,很可能再次成为火箭追逐的重点。 为什么呢?能力在,还可能便宜,对于大部分球迷设想的保罗·乔治,因为巨额的薪水火箭很难得到,而安东尼因为本赛季的低迷以及欲重新证明自己的心理下,去火箭还是可能的。 当然乔治更好,杜兰特转头勇士让打不过就加入这一话题在NBA愈演愈烈,而对于即将在总决赛迎战勇士的詹姆斯而言,想要干掉勇士获得总冠军。 说句真心话,真的很难,勇士不向步行者,猛龙,凯尔特人,他们拥有着更高的成就,更充分的经验,更老道的教练以及更多更强大的巨星,想要迈过勇士这个凯,真的想不到老詹德,发挥到什么境地才可以做到,打不过就加入。 对于老詹而言可能不适合,但是决定三会不会来临,会不会降临火箭却是存在可能的,想要迈过勇士,至少本赛季到目前为止,只有火箭看到了希望,并一度很有可能实现,当然我们也期待詹姆斯是否可以做到,总决赛要来了,结果如何虽未知,但大家都不看好其事。 当然,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不敢打爆票谁胜谁负,但我还是期待着老詹德决定三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